- 真相我們一起追 吐槽需要有智慧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新聞脫口秀 咱們今天先來說一件很有意思的事 就是這個馬斯科和推特之間的恩怨 前天馬首富給推特董事會發了一封信 馬首富語氣很誠懇 態度很堅決的表示 我投資推特是因為我相信推特有成為全球自由言論平臺的潛力 言論自由是民主體制的必需品 然而我意識到推特在現有的這個體制下不可能成功 更不可能為言論自由服務 所以我要以每股54.2美元的價格全面收購推特 這是最好的 也是最後的出價 如果你們不同意 我將考慮出售我手中的這些推特股票 如果按照昨晚收盤時推特每股45.8美元來計算 馬斯科的報價每股可以賺到9美元 如果現在推特的股東們同意馬斯科的提議 賣掉他們的股份 小賺一筆清倉走人 應該說是皆大歡喜的事 但是推特董事會那幫傢伙都是些什麼德行 推特的用戶應該非常清楚 自從美國大選以來 大家看看 尤其是去年初 推特悍然把擁有8000多萬粉絲的最大的用戶 川普總統的賬號給咔嚓 封殺了 從那之後 推特的股價一一落千丈 不說 而且推特過去所標榜的所謂言論自由已經蕩然無存 這一年多來 我身邊就有多少朋友的推特賬號被各種限制 各種發不出去 各種莫名其妙的就被關掉了 為什麼呀 還不就是因為他們在推特上傳播了一些過於自由的言論 過於挑戰左派腦筋的言論 是吧 甚至揭露中共暴政真相的言論 這些 現在你知道嗎 在推特上都會受到限制 大家知道前陣子有一個什麼這個 就這陣子有一個大翻譯運動 知道吧 大翻譯運動 如火如荼 就是海外的很多網民自發的興起了一個 把中共國上上下下的各種腦殘們 粉紅們 所謂大V們 大傻V們 在各種公開場合的發言呀 文字呀 評論拿出來 翻譯成各種語言 展示給世界各國人民看一看 看看這個人類古今歷史上最愚蠢邪惡 腦殘無知 卑鄙下流 骯髒臥龜 及人類千年歷史中最噁心流氓手段於一身的 這個垃圾政黨裡面那些個玩意兒 那些個東西 到底是些個什麼玩意兒 大翻譯運動很好呀 非常好 是吧 如火如荼 而且是完全是民眾自發組織起來的 一下子引起了很大的關注 很快人家在推特上不也開了個賬號嗎 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參與 幫助 幫忙 分享等等 壯大聲勢 結果 才短短幾天大翻譯運動在推特上的賬號 就被限制了 被限制了 之所以限制人家 推特給出的理由是說什麼呢 說這個賬號有一些不尋常的活動 啥不尋常活動 啥不尋常的活動 推特你到這兒說說呀 不就是因為揭露了一下中共嗎 就不尋常了 中共是你親爹啊 這麼護著它 其實大家是不是早就發現這個問題了 是吧 很多網站 很多社交媒體平臺 包括什麼Facebook啊 Twitter啊 包括油管 很多骯髒下流 甚至是黃色的內容 堂而皇值得在上面大行其道 對吧 暢行無阻 根本沒有任何限制 沒人管 我在Facebook上多少人 插一句啊 用我的頭像假冒各種騙子嘛 投我的照片 做成這個假冒賬號去騙人 拿著我頭像騙人 我的朋友好多 我的朋友收到他們發來的好友邀請 你看這不是我嗎 跑來問我是你的新賬號 我說不是全是騙子 就這事兒在Facebook上 我的好多朋友 包括我自己投訴過無數次 完全沒用 一點用 而且我特別有意思 別人偷了我的照片 建了一個賬號 是吧 我投訴到Facebook上 我說這個人是假賬號 他偷我的照片 投訴過去之後 幾天回來之後 Facebook上 我不管 說我沒覺得你賬號是假的 What? Yeah, that it is 所以你說這些王不淡 大行其道 根本沒有任何限制 然後很多揭露真相的 揭露中共真相的呀 抨擊左派可笑言論的 支持川普的 支持右派 支持一些很正義的言論的 一些正義的聲音 卻時時刻刻面臨被封殺 被封號 被禁言的下場 對吧 已經越來越接近中共治下的那個言論環境了 在推特上 大翻譯運動 遭到限制 可是 來 給大家看一個噁心人的視頻 這種東西 卻可以大行其道 在推特上 一口炸彩 一口茅台 雙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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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鐵 四肚八大 偉大 三下大壩 太辣 幽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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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個媽 是不是要吐了 今天沒有準備垃圾桶上 你就說推特 你不好好清理一下這種玩意兒 是吧 卻無故的封殺人家那些很好的內容 所以 當馬斯科前段時間收購了推特9.2%的股份 一越成為推特最大股東的消息傳出之後 嘅 網民們歡呼雀躍 歡欣鼓舞 推特上一片歡疼 民眾名義一致希望馬斯科出手 整頓推特 其實馬斯科對推特早就非常看不慣了 是吧 3月25日 馬斯科在推特上發了一個民意調查 說推特是否做到了言論自由 發起一個投票 結果70.4%的推友選擇了no 就是推特沒有捍衛言論自由 他反而阻礙了言論自由 是吧 70%多人no 哎呀 馬首富一看 呵 種 這是個名義啊 於是再接再厲的問道 作為一個廣廣輿論平臺 推特沒有能夠很好地守護言論自由 從根本上破壞了命竹 我們應該做些什麼呢 啪 阿姨問 緊接著貨 馬首富自問自答一般地在自個兒的貼文後面 啪 寫了一個 Is a new platform needed 就說 我們是不是需要一個新的平臺了呢 立刻網友熱情的回憶 你看下面啪 多少帖子 被讚的最多的這哥們回覆的這個帖子是說呢 同意馬斯科買下推特的小夥伴們請舉手 你看21.9K個讚 呵呵 這哥們是不是就是和馬首富來唱雙簧的 是吧 哎呀 是不是感受到了洶洶的名義啊 馬首富肯定也感受到了 於是馬首富出手了 有錢就是可以任性嘛 是吧 要把推特買下來 據說前陣子呀 當聽說馬首富成了推特最大股東的這個消息傳來之後 推特特意給他們的員工放了一天假 為什麼呀 你想啊 在前CEO多西那個惡心的多西的治下 推特的員工啊 整個公司的這個氣氛已經 已經什麼 已經成了這個限制 已經成了言論警察了 那些員工已經當慣了言論警察 動不動封人家 動不動審人家 動不動刪人家 動不動刪人家的帖子 是吧 一個個牛轟轟的 現在的這個印度裔的CEO也是一個德性 結果現在聽說馬斯科要來了 嚇壞了 是吧 一個個的魂不守舍 生怕馬首富一來 估計自己就要拍屁股走人了嘛 所以推特給員工放了一天假 讓大家壓壓驚 那個CEO還說呢 我們不會讓馬斯科得逞的 可惜呀 人家有錢呀 所以我估計呢 昨天馬斯科要買下推特的這個消息傳來之後 哎呀 推特的員工估計要放一個月的價才行 是吧 馬斯科這時候非常高明啊 他先是出一個高價 全資 表示全資 現金啊 全資收購這個推特 十項的推特的這些股東們乖乖拿錢走人 是吧 這是最理想的 你好我好 是吧 大家高高興興的是吧 馬斯科他肯定料到了推特董事會那幫個毒蟲 肯定不肯乖乖就範呢 所以他接下來的B計劃很可能就是 拋售他手中持有的推特的股票 導致推特股價斷崖式的下跌 然後馬斯科在趁機抄底 股價下跌了嗎 趕緊再多買進一些嘛 是吧 買進更多的推特股票 徹底成為掌控推特話語權的最大的這個話事人 最大的股東 是吧 進而真正全面掌控推特 總之 被有錢任性的這個馬斯科盯上了推特 那就沒好日子過了 是吧 哎呀 估計你推特現在那幫個禍害言論自由的傢伙 肯定睡不著覺了嘛 其實這波操作馬斯科以前就玩過 大家可能還記得 很多這個馬斯科的粉絲還記得 在創辦特斯拉初期的時候 馬斯科是以投資人的身份入股的 對吧 他擔任董事會的 擔任董事長 但他並不是創始人 也不是CEO 然後他不斷地進行追投 不斷地追投 陸續買進了大量特斯拉的股票 直到掌握了足夠的投票權之後 馬斯科才一舉趕走了其他那兩個目光短淺的聯合創始人 然後坐上了特斯拉CEO的寶座 成為特斯拉真正的實際控制人 那麼這次瞄準推特 顧忌重施 堪稱是大快人心 是吧 在馬斯科當局給美國政府報備的收購文件中 就非常明確地表示 他說呢 我決定全現金收購推特 並把這家公司私有化 因為推特需要做出改變 在文件中還附上了他公開宣布收購推特的前一天的晚上 他發給推特董事會的一份聲明的摘要 馬斯科告訴推特的董事們 第一 我不玩拐彎抹角的遊戲 我就喜歡直來直去 第二 我出的價格很好 股東們會喜歡的 第三 我對推特的管理團隊沒有信心 所以如果你們不同意 我就賣了我手上的股票 人家寫了 這不是威脅 只是推特不改變 根本不值得投資 瞧瞧 馬首夫就是霸氣 是吧 特別逗啊 當聽說馬斯科要收購推特之後 左派那幫傢伙瞬間群起而攻之 吐死胡悲嗎 華盛頓郵報 跳了起來說 不能讓有錢人控制媒體 我一個大嘴巴抽上去了 你是不是忘了你們的老闆是誰啊 貝索斯啊 世界第二有錢的人啊 OK 紐約時報又跳起來了 啊 說這是小說1984來臨了 多可笑啊 紐石你忘了嗎 你們是怎麼抹黑川普的 那個時候 還1984 CNN蹦出來了 說民主需要審查了 你不是一直在審查嗎 NBC更噁心 NBC說特斯拉僱傭的黑人太少 馬斯科是個種族主義者 我的個缺 這時候把這個又拿膚色 開始拿出來說事了 左派真夠噁心 OK好 我們接著關注馬首富的這波操作啊 我們預祝馬首富痛打推特的這場戰役 取得空前的勝利 這個到時候啊 咱們一起買點推特的股票啊 咱們祝馬首富一臂之力 好 說完馬首富和推特的恩怨 咱們來說說上海 今天看到有消息放出來 這個消息很有意思啊 說這個上海在這個月底 四月底應該就可以判來解封了 如果消息屬實 那絕對是個好消息 是吧 來 這是大陸網上流傳的兩份帖子 來看一下啊 說上海很快準備重新啟動健康雲啊 很快就不再沒完沒了的測核酸了 那麼核酸沒有了呢 病例也就沒有了嘛 病例沒有了 封城呢就該結束了嘛 是吧 如果傳言屬實啊 那上海2500萬市民共同出演的 這處現實版的悲慘事件 也應該game over了 是吧 其實很多分析上海政局的節目啊 以及這個了解中共內鬥本質的很多朋友 也都分析過 說這個上海怎麼就今天成了這個德行 我天 是吧 一個大上海這麼現代化的一個城市 這其中肯定有中共內鬥的因素在裡面 現任的上海市的市委書記李強 是習近平的人 對吧 這次派到上海來視察的這個 傾差大臣孫春蘭也是習近平的人 都是習近平的人 但是 一個常見的戲碼就出現了嘛 傾差和地方大員 各懷心思 各懷鬼胎不對付 都想邀功勤賞 都仗著是皇上的這個親信 於是呢 各自出手 誰也不服誰 再加上上海是江蛤蟆 江派的老巢 江派人馬在這裡是根基深厚 這時候也跳出來趁機攪渾水搗亂嘛 把事情搞得越加的難堪 越加的麻煩嘛 才給習近平添亂嘛 對吧 再加上遠在北京的一尊 被堅定包圍 蠱惑著 堅持黨的大政方針 堅決不能動搖 一定要清零 清零 清零 多愚蠢的清零啊 說清零是我黨的優越性 體現了我黨的優越性 和西方的敵對勢力 是和西方敵對勢力抗衡的籌碼 你看美國西方怎麼這樣 跟我們清零多麼多麼好 取得了光輝的成績 我來玩兒 清零是彰顯我黨 黨國權威的手段 死多少人都不能動搖 於是在這幾方勢力的博弈拉鋸之中 上海人民就成了犧牲品了 成了替罪羔羊 那麼在這段時間的鐵腕封城之後 估計再這麼下去 連不少趙家人 就是那個高層在上海的這幫親戚們 趙家人都要被波及了 都要被餓死了 於是解封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今天在這波人禍之中 被罵慘了的那個張文宏醫生 良心醫生張文宏 出來發聲了 你看這麼長時間不讓他講話嗎 今天突然把他放出來 讓他講話了 大家不吃不喝 沒地方買菜 有病不能到醫院去看 那這個時候死掉的人 要原氧高於冠狀病毒的一個死亡的人 而且醫院如果不復工 腫瘤的病人不能經營化療和開刀 其他感染的人不能得到救治 就是外傷的病人得到 不能得到很好的一個處理 那這種情況下面 我相信死於其他疾病的病人 要遠遠超過性癌化療病毒 所以我認為現在的復工是合理的 也是應該的 他說的基本上都是common sense 常識吧 是是個人都明白的最基本的道理 可是為啥現在又允許他出來講話了呢 這也標誌著當局再為下一步馬上的解封 做輿論上的準備了 另一方面 這篇帖子也透露出 在這一輪的權力鬥爭中 李強贏了一局 他在上海的這個位子 應該在短時間內不會動搖 不會動搖是吧 好 剛才分析了下這份這個爆料 昨天啊 悲催的上海發生了一個最大的一個新聞 很多我看很多媒體都在轉載 就是當局在完全沒有提前告知的情況下 突然出動大批白衣武警 徵用一處名為張家納市的 國際居民小區中的好幾棟居民樓 作為隔離點 居民樓哎 做隔離點 你不是匪夷所思嗎 人家老百姓自己買的房子住在裡面 你把人家卡都趕走說正就正用 你讓那些百姓住哪去 也不給說法 抓直接抓人就走 這個土匪有 有比還不如土匪呢 還不如 土匪還講個江湖道義吧 道義有道 人家還講點道義 你看 中共的白警察對老百姓出手不由分說呀 我沒有 你把妳的確認錯了 你把老人家給你颱形 太常見了 我沒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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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老人家的孩子送進來 我沒晚上就不可能了 你把父母家裡的老人家 也把父母家裡來 看看看看我的天非常生动准确真实的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我就说那海外那不光海外吧 各地的那些小粉红啊 这夸共产党好的 你就去那尝尝 你们家在那买个房 你试一试 被共产党臭揍一顿 你去体验一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你也体验体验去 对吧 站着说话不要疼 是吧 看到这个画面 我就想起了之前外交部有一条狗嘛 那个赵狗 在记者会上了一段说辞 这个赵战狗啊 这段话里面 这个美国呀 应该换成中国 换成中共国 万分贴切 对吧 万分贴切 所以你看美国是个非常好使的名词 是个非常好使的国家 中国只要出了状况 你都可以往美国身上安 你唯一的就是保持冷静跟你说 这不是我们警察造成 这个是国际形势造成的 你们再这样落下去 我们中国没希望了 要跟美国打仗了 你知道吧 你们还是这样子 你看这个 逻辑在哪儿 明明是你们在殴打人家 把他们抓上了车 是吧 你们却说是美国人造成的 难道你们都已经入了美国籍了 是吧 明明是共产党把上海弄成了这副德性 把你们逼到了这个程度了 你们却说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你们 所以我就一时半会儿 我就搞不清楚你们的逻辑在哪儿 是吧 上海人这次估计也弄明白了中共是咋回事了 是吧 就是不碰到你身上 你还就真是不明白 对吧 这不 有上海人下楼做核酸的时候 在自个儿衣服的后面 啪 贴了这么一张图 你看 就是外交部那条站狗 赵立坚当时说过的一句话 说 疫情期间 生活在中国 你们就偷着乐吧 哎呦 他妈呀 赵立坚 如果你敢出现在上海的街头 你会被上海人打死了 我告诉你 一定的 经过这么一顿折腾 是吧 上海人现在估计应该明白点了 是吧 不好说 不好说 哎 中国人呀 这个这个 洗完脑之后的这个 真不好说了 你看啊 下面这个 是当上海市委书记李强跑出来假惺惺的假装视察作秀的时候 一户居民大胆的向他喊话 喊出了封城之后 我们缺吃少穿 快要饿死了 喊出了真相 哎 领导 我们有话说 这里 能不能听我们说一说 我们现在这里 要什么没什么 买都买不到 怎么弄 吃的 团购也买不到 然后那个网上也买不到 然后我们这里要发东西 我们也不知道 然后有多少病人 我们也不知道 小区里没有公布 小区里没有公布有多少病人 我们不知道身边有多少病人在 那 那我们怎么解决呢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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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好 哎 鼓起勇气跟领导这个喊完话了吧 哎 这还没完 他鼓起勇气跟领导喊完了真相 领导也亲切的表示 知道啦 我们会想办法解决大 是吧 哎呀 大家都以为这回应该会想办法解决问题了吧 不会爱饿了吧 哎 没想到被解决的是他自己 记住 一个倒下 学学万万站起来 你们一定要站起来 别的跪下去 哎 你看 被抓走了吗 哎呀 倒下我一个 你们会站起来 看见没有 刚才这个视频里面拍的人在笑 周边看的楼上的其他百姓在笑 在嘲笑他 一个人站起来 一堆人在嘲笑他 你能指望 你能指望这个民族吗 你能指望这帮人吗 那节目最后啊 照例来恶心一下大家啊 下面你们将看 你们将看到的这名狗官啊 是中共新任的上海市宣传部部长许家明 这家伙毕业于北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 来看一看 从北朝鲜毕业的狗官的德行 你看我这个节目是不是经常得准备个垃圾桶要吐 是吗 多恶心啊 看起来是吧 这狗官啊 更胜任是妇联主任的 你看 火 被一群老不咔嚓眼的这个雍之俗粉包围着 呵 感觉多好 是吧 OK 节目最后啊 这是最后了 要再给大家来看一段一个电影的片段 不知道什么片段特别好玩 超级无敌 传神 我是看一遍 笑一遍 精神病 病友同志们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今天上级领导要到我们医院来视察了 我们请赵院长给大家做指示 大家鼓掌 鼓掌 过一会儿呢 就是很重要的领导 要到我们医院来参观调查 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列队 欢迎 当我把手举起来的时候 大家一起鼓掌 掌声子越热越好 我把手放下去以后 我们必须马上停止 不能有一个错错 大家如果都做好了 那么今天晚上 请大家吃 加薪若重 如果有一个做错了 把这个事情给搞砸了 那么大家都没有得吃这个若重子了 都记住了吗 记住了 大声说一遍 记住了没有 好 记住了 爱不爱吃 爱吃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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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记住了 úsica 还是 也不想吃粽子了 你没那么看见 院长的手都放下了吗 领导 对不起 ok 这些疯子支撑伤 掌声法 你对不起领导 对不起 我告诉你 我不是疯者 我是精神病 是不是很传神呢 这编剧真是绝了 OK好 明天就是周末了 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明天我会把我的会员节目 大话西游第三季 我们第三季马上就要收关了 第三季后半段 我之前不是放过前半段的节目的一些花絮吗 我把后半段节目中的一些有趣的精彩片段 做成了一个精彩的集景 我们的第三季节目呢 给大家介绍的基本上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这些大师 和他们那些精彩的作品 通过他们有趣而精彩的故事呢 给大家展示一下一个不一样的文艺复兴 希望能伴随大家度过一个有趣的时光 好 新闻最差点 咱们下周见